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戏好 导演就一定要用你 演员是需要有商业价值的 现在评选各年龄断小花的时候同样是要综合考量 卑鄙能入帮五花和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 所以一定程度上热巴出品就算在口碑上不是精品 在总收益这块啊 自方还是稳稳的幸福 而男主任嘉伦去年用他和白鹿的行动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 作为圈内早婚的代表 他在个人形象上几乎没有黑料 且路人盘方面呢 一部大堂荣耀就给带起来了 男女主的热度是造就聚魏波鲜火的一大优势 而另一大优势呢 早前导演朱瑞斌其实就讲过了 导演点评迪丽热巴字字珠基 朱瑞斌呢 是玉角记的导演 这已经是他和迪丽热巴的第二次合作了 上次呢 是去年的长歌行 迪丽热巴从出道以来 由于爆火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作亚就算他是科班出身 存在于他身上的演技争议也不少 是每出一部剧就会被潮的程度 此次呢 玉角记预告一出 有不少网友表示 他可能要毁了金云和这个人物 但这种担心呢 导演之前在点评迪丽热巴的时候就说明白了 只字未设演技 但却字字珠基 在长歌行 快要播出时呢 导演放出长文感慨 提到迪丽热巴时他表示 在拍摄过程当中呢 他亲眼见到热巴如何重塑自己 爆发出女生该有的力量 在剧情中呢 李长歌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主 迪丽热巴的演绎 将这个家族被灭一心向盗的坚强女孩 完美展现 导演即使没有直接谈论到演技两个字 但却对迪丽热巴的表现表达了很高的赞誉 演员啊就是要为了角色突破自己 成为他 那么就期待迪丽热巴所饰演的季云和吧